根据统计 2010年全球化妆品的市场规模 达3798亿美元 光在台湾地区就逼近1000亿台币 庞大商机 不仅是女人为了美丽付出的金额 也代表了每人每天 平均使用13种美妆品的同时 也在让皮肤跟515种化学物质亲密接触 你今天准备要用多少化学物质 装上属于你的美丽呢 然后呢我会上隔离乳 然后防晒油 开始上一点防晒油 我要开始擦粉底液了 好 接着韦琴以蜜粉定妆 上了白色及金黄色的眼妆 描上眼线 夹了睫毛 并涂上睫毛膏 上了眉粉 最后再刷上腮红 让自己看起来朝气十足 接下来就是 布林布林的嘴唇 最后 伟琴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美丽迷人 选择了含亮粉的粉色唇蜜 而系数伟琴从开始到完妆 一共将14种化妆保养品堆叠在脸上 好了 成功了 皮肤结构主要可分为表皮 真皮 及皮下组织 表皮可分成肌底层 有极层 颗粒层 及角质层 而在人体最外部 保护皮肤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角质层 角质层之所以重要 是因为它可以防止水分的散失 隔绝有害物质直接进入皮肤 为人体抵御光和热 化学或可能的物理损伤 然而许多人却认为角质层 只是老肺死亡的细胞 反其道而行地 想将皮肤上的保护 借由外力去除掉 你以为去角质的皮肤 会比较光滑亮丽 以为物理性的去角质 可以减少痘痘的产生 还是以为去掉老化的角质 可以促进皮肤新生 其实你的皮肤 就在你的自以为里 受到一次又一次的伤害